2月14日,李沁发文否认之前爆出与邓伦的恋情,微博写道,去年生日收到一瓶桃花酒,希望脱单,目测还没有起作用,打破谣言,而随后邓伦工作室也发文否认恋情,称邓伦目前是单身,邓先生长久盘踞单身阵营,浪费公务资源,情人节,大家同是天涯单身人。